大家好,欢迎收看《为你推介》 今天为大家推介的文章 就是帮港出声博客施智山所写的 他的文章题目是 《重罚罢工医户,香港不可再姑息养奸》 医冠局对一帮罢工医户的处理方案 千呼万唤,终于出来了 原来只是扣薪,收回缺勤日数的已发工资 而且说明不会就此作出其他人力资源方面的跟进 调查了几个月,摆明就是放生,想不了了之 对于这种处理实在不可思议 除了雷星大雨点小之外 其实又是另一种离崩岳坏,孤式养奸的占宗和黑暴后遗症 作为救急扶危的医护行业 说罢工就罢工 以病人的安危作为要挟的政治筹码 罢工原来结果只是扣粮 其他后果和责任一点都没有 这不是礼斌恶坏又是什么 医冠局主席范雄宁和行政总裁高拔升 对于这种员工严重违反纪律守则 和医护操守的错误行为 连一句谴责都不敢说究竟他们的腰骨去了哪里 管理一间如此重要的公营医疗机构 如果只是一心想做好人 结果肯定只会是持无多败疑 到头来就是害了香港人 记得年初的时候 新冠肺炎病毒来世凶凶 一班黄色医护却政治上脑 走去罢工做逃兵 一句要求封关 就可以放下病人不顾 这种医护有什么医得可言 在战场上 打仗的士兵可不可以因要求和谈不成 就临阵退缩扯白旗 恐怕早就军阁极营处置了 哪里可以有机会给你声大甲恶 本末导致亂说什么秋后算账 如果说2月份 黄医护的无理罢工是政治凌嫁专业 如今医管局的处理就是政治凌嫁管理 管理一间这么大的工人机构 需要的是想法分明 几千个员工无理缺勤 影响病人和医院运作 结果只是扣几日两 有没有搞错 医管局说自己今次的处理是 合情合理合法和公平 其实是阿Q式的自言其说 只照顾罢工的员工士气 市民的感受和病人的权益 又有谁去照顾呢 这都配合情合理 对罢工不采取纪录行动 那些没有罢工坚守崗位的 其他医护人员又公不公平 对罢工医护回罢工日的人工 其实只是医管局最基本应尽的本分 根本不是处罚 难道没有开工都照出粮吗 不是啊 只是扣粮 对于善利职守参加罢工的医护 绝对不能够起阻吓的作用 如此不成比例的放生处理 结果只会是姑息养奸 引起黄医护今后更多的得寸进尺 不信 你看看就算医管局如今这样放生 快点罢工的医管局员工阵线 还反而恶人先告状 开口埋口 说什么政权和医管局的乐言绝不可信 一副死不悔改的嘴念 面对这种比刁民更不可理喻的医护 医管局今天的息事令人 其实就好像在帮恶性肿瘤增加营养 一个社会如果法律没有足够的阻吓力 法治只会是一个空谈的口号 一个机构庞大的医管局 如果不想罚分明 就连最基本的员工纪律都没有 最终也只会是连累到市民受苦 对于这些无理罢工的医护 除了扣粮 应该要加以罚款惩罚 而且更加应该将有关的无故矿工 记录在有关个人的个人记录里面 影响他们将来的升职和加薪 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 贪生怕死做逃兵的医护 也是一样 对于法独磨组织 医护罢工的医管局员工阵线高层人员 医管局应该作出降职或开除的处置 以警效由 医护工会策划罢工 罔沽病人健康生死 根本就是违反医护职业道德的草奸人命 完全不可以接受 除了不可以轻饶 更加应该罪佳一等 黄医护靠恶横行香港的年代 在国安法颁布之后 是时候跟黑暴一样收工了 医管局高层 拜许挺直腰骨 除了追回罢工者人工 更加应该进行纪律处分和重罚 香港不能再姑息养奸 一间公营机构有几千个员工 用罢工的方式去提出政治的诉求 网关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病人安危 这种违反医护职业道德行为 医管局查了九个月 最后竟然只是扣罢工工几日的粮作为处罚 这些想罚不公的情况下 实在很难服众 我们看看一些私营机构 如果一个员工无故去抗工的话 重则即刻炒 轻则就已经是收warning letter 作为工营机构 只是扣薪 其实真的太而稀了 请不 lik.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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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